欢迎一位副总统 至此都谈数位科技 不只要拓展企业界人脉 也要争取青年支持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 总统支持度 赖清德36.2%居贯 侯友宜24.8%和二月相比下跌 7.6% 柯文哲以19%的支持度位居第三 而在20岁到24岁 年轻人支持度里 赖清德以33.2%拿下第一 柯文哲则是23.7% 赢过侯友宜的15.7% 传出赖清德指示青年部 跟民主学院提出人才培育计划 国务卿也要同步发挥战力 另外也指示各县市年轻民代 和乡镇长等公职 规划相关课程 要拉近和青年的距离 赖清德更不排除和网红合作 早餐店候选人放在这样的场景 然后来跟实际的同样人员 来进行交流 这样会比较有感 疫情期间餐饮受到严重冲击 绿营青年部规划 和早餐店业者合作 不排除要赖清德担任一日店长 强攻总统大卫 流失的青年选票 有各种方式 都要一票一票找回来 三连新闻林凯珠 文明星 恩森小组 台北台中报道 大家午安 我是王曲基金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好 刚看到是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不过在今天又有一份TPBS的最新民调 看起来是对侯友宜来讲越来越不利 国民党中常会预计在今天下午 就会通过提名委员会的名单 那么侯友宜今天又再度讲什么呢 义无反顾 但是加入之后 诸侯风暴就会画下据点吗 好 侯友宜说呢 找到方向就会挑起大任全力以赴 但你要看看 这个大卫你到底坐不坐得住 那人家要不要给你坐吗 好 侯友宜呢 现在不只是本命区 民调输给赖清德 包括今天TPBS的最新民调哦 侯友宜跟第一任任期相比呢 施政满意度是暴跌了两成 真的是蛮多的哦 那尤其呢 是人口最多的板桥区 就跌了三成四 如果侯友宜不再是最强母鸡 那来因支持者还有相挺的必要吗 因为TPBS非常刚好 也做了卢秀燕的民调 第二任任期呢 满意度达到六成七 那会不会诸侯相斗燕子在后 不过燕子在后 可能还有个锅子在后头哦 因为郭台铭呢 又动了起来 好 之前说呢 这个妈咒 叫他来选总统的郭董呢 这几天呢 现身在高雄的天后宫了 来跟地方人士来做面谈 好 大家就说了 郭台铭如果真的跑出成效的话 可能也不需要再又张又丑的国民党 那会不会就直接在外面选了呢 吴昆宇就说 如果郭台铭跑出成效的话 那可能大家都玩不过他 但是台湾真的要小心哦 中国就是在等你一个内乱的机会 包括蔡总统呢 过境美国 好 说过境应该是客气一点哦 因为真的会到美国来做演讲 那面对北京呢 可能又故意找麻烦 所以现在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也表示呢 海军已经做好准备了 就连亲补充呢 都反对马英九的中国纪组型 但为什么马英九还是要去呢 好 不只去的行程 还有去的日期 故意比蔡总统早个两天 那国民党其实一大堆人呢 对于马英九的纪组型 可以说是惊呆了 但是还是有像赖士堡这样的立委说 啊 马英九啊 就是去兄弟家不会卖台啦 哎 中国抛统一协商 有那么多的有势知识都凑了上去 没有想到现在称兄道弟吗 称兄道弟你的兄弟 会拿战机来飞来飞去吗 所以中国到底 还是在玩两手策略啊 习近平跟普丁呢 这头说会用和谈真的吗 解决俄乌冲突 但私底下呢 你看中国摆明了想要当和平使者 私底下却动手脚了 给了俄罗斯军用无人机 所以日本也看破这一招了 你普席会嘛 所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 现在闪电到访来 乌克兰还捐了三千万美元的装备 要来牵制中俄 顾别苗头 习近平呢还被发现口中反美 但是去俄罗斯搭什么样的飞机呢 搭的是波音耶 吃的却是KFC 原来这一国两制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节目上面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要欢迎今天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终点黄黄哥 举星好 大家好 民营党台中市役于原萍 大家好 财经专家姚慧珍 举星好 大家好 好 那么稍后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 也会加入我们的最新现场 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今天下午的重头戏 也就是国民党的中常会了 请教一下永鸿哥 因为看起来呢 侯友宜说要不要加入提名委员会呢 前进也是一刀 缩头也是一刀 那现在看起来她说 一无反顾啦 应该是会加入啦 但是加入之后 会不会是另外一个风暴呢 加入后绝对是另一个风暴 但侯友宜也不得不加入啦 坦白讲她现在是进退诗句 伸头一刀 缩头一刀 我为什么这样讲呢 之所以会有今天这个提名委员会 是因为之前有一个选册会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选册会 包括傅昆琪等等 那个是去年就有的 就侯友宜又讲了一句黑金 然后黑金之后呢 大家都开始说 你开始检讨这个傅昆琪什么 然后他这个所谓的选举策略会 就停止了嘛 那时候我就讲说侯友宜这个黑金说 对他来说是短多长空 看起来好像说 哇 你看你跟公正无私 你事实上你会更失学啦 你的失学是什么 你的失学就是说 国民党的人开始检讨说 你老是在跟这个党中央划清界线 远的怎么讲 四大公投的时候 侯友宜全国民党都在讲四大公投 侯友宜在说岁月静下 我就要做我自己的事 静的就是林明珍的这个选举 侯友宜选前之夜不去 他也是说我要考察市政 就市政被人家发现是造假 是前一天考察的 就是侯友宜始终在做什么 现在很多深蓝的朋友跟我讲 侯友宜在做的事 就是要占尽国民党便宜 要国民党征召他 但是却不愿意承担国民党的责任 所以那时候傅昆琴才讲重话 说要不然你来承担 你来承担我们来配合你 所以我说那个时候 甚至有人讲侯友宜不如徐晓鑫 为什么 徐晓鑫平常还是帮党在战 他是战到现在为了自己战的时候 才跟党中央开炮 侯友宜这几年没有为党在战 然后这个时候 搞了一个半年跟党中央开炮之后 然后重伤之后才开始 好吧那不然你参与 他现在非得参与 否则他一直被人家说 你都只跟国民党切割 然后要党提名你 然后要承担的你都不要 所以他现在非得以赴 但是我跟你讲 你会出一张嘴就对了啦 他完全没有 他今天讲了一句很好笑 他是说找到方向 就挑起大任 权力以赴 哇你方向找这么久 大家已经没赴得整包了 国民党民调从一开始调到现在 你现在才要开始挑起 这个责任全力以赴吗 所以我说他其实 一定要参加是因为 他面对三大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 他的本命区的优势不在 就是新北市 他这个民调 我们待会细细讨论 第一个我简单讲 他新北市输给赖清德了 这应该是他的优势区 第二个是 他的新北市的都会区也输 然后新北市的年轻选票也输 在全国比起来 还有一个后来追兵 叫做卢秀燕 这他本命区优势不在 第二个就是说 他欠缺这个论述能力 因为他一直闪躲 他又怕讲了什么东西 讲出来破功 或者讲出来人家说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选总统 所以他都在闭谈 闭谈你就一直破功下去 第三个就是最严重 就是他现在面对问题 他一定要拆解 从第三个就是 大家都在说 你每次都切割国民党 好处都是你 然后责任都是要别人扛 这件事情 是他现在不得不加入这个 今天他会不会加入 我想应该是会 否他不会放这个新闻 但是他加入之后 是不是风波就平息了 不会哦 因为加入之后 所有的提名为 这个监困选区等等 乃至各地方要协调的 尤其新北市 有好几个国民党 必须要协调的 他到时候不能逃避责任 他也不能 只是好好做事情 你就要好好去 敲人参 人参如果敲不好 就叫北附一样 你敲不好 人附坤旗敲好 你说人黑金 你现在怎么办 所以我说 他这三大危机 他要慢慢的拆弹 第一个拆先处理 国民党内的状况 好 所以他现在说 我不切割国民党了吗 我势必要加入啊 不然之前骂那么凶 是骂什么意思呢 但你看哦 这个提名委员会 会不会是假面和平呢 请教黄哥 因为现在说名单出来了嘛 那当然还是 党主席主席人是召集人嘛 但是他邀请了 侯友宜 卢秀燕 张善政跟蒋万安 就后面还有哦 黄敏慧 夏立妍 连胜文也进去了 这个名单 有看出什么样的端倪吗 这个名单 其实你如果就选举提名的 党内的 特别是艰困选区 用征召的话 这个名单完全没有去 瞧人选的能力 这些人请问 你们谁对地方基层了解 今天不讲别的地方 新北市 台北市 台南市 台中市 这些比较艰困的选区 请问你们谁了解 卢秀燕也许台中市了解 可是问题就在于这里 侯友宜今天造成这个情况 他自找 我请问各位观众朋友 从上礼拜六 黄建廷宣布选册会终结 到今天星期三 日一二三 今天第四天好了 请问国民党改变了什么 侯友宜你口中的黑金复辟 仍然存在啊 因为国民党过去选举 其实他有两个组织嘛 一个是选册会 一个是提名委员会 选册会把人选桥定之后 报到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基本上 稍微看一下 没有大问题的话 就会通过 不会有什么太大争议 所以 今天真正在处理 这些最困难第一线的事情 还是选册会嘛 好 现在选册会上礼拜六 虽然民意上解散了 他不是都撤销了吗 对 但问题是他就是转成地下工作嘛 所以他等于是under table而已 其实私底下还是这样运作嘛 谁去瞧嘛 还是傅宽琦去瞧嘛 所以还是诸人多了算嘛 还是李全教去瞧嘛 要不然你觉得侯友宜有本事瞧嘛 所以侯友宜的加入 身杀大权还是掌握在两个人手上嘛 对 而侯友宜你去加入之后 这个为什么我讲说情况是至早 因为你上礼拜六 你把国民党骂得很难听 说黑金复辟 那请问你现在是不是进到黑金复辟的体制里面了 那你也变成黑金的一环了 所以你今天去 今天的确他陷入进退为股 因为傅宽琦上礼拜 我呛他那句话 大家一起出来承担嘛 你觉得我们的黑金 那你来嘛 侯友宜被这句话给堵到了 你知道他现在非出来不可 可是问题是你出来 你又没有这样的魄力跟能力 去改变国民党整个体面的结构跟机制 还是照原本国民党行之有年的制度在走嘛 那侯友宜你一个人你可以改变这个制度吗 你可以改变你口中的国民党的黑金体制吗 你还是改变不了嘛 所以你现在变成说 你要加入这个体制内 好 请问哦 你加入这个体制内 当然好处就是说 国民党的支持者 支持侯友宜人会觉得说 你总算你总算撩下来 撩下来 问题是你撩下来 你所有的好处坏处 你都要概括承受 将来不管是提名的区域立委 或是提名的部分区立委 只要谁出了状况 你侯友宜 你身为提名委员的其中一员 你都要概括承受 因为这些人选都经过你们讨论 所以这个其实是风险很高的行业 可是侯友宜 要共同承担嘛 所以你要跳进去这个坑呢 自己傻傻的啊 他就是傻啊 你自己跳进来 你以为你这样打一个黑金复辟 自己得到道德的高度 但是问题是 你现在道德的高度没有得到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嘛 对沈中荣 对刘成招林 对周盛考他一句话都没讲 那可是你现在进到这个体制之内呢 侯友宜你好自为之吧 好所以说诸侯之战呢 可能另外一个风暴还在后头 就是民调 请教一下小平哥 这个民调真的掉蛮多的耶 T台呢在今天做了一个最新民调 TVBS做了一个最新民调 说跟第一任任期相比哦 从79%呢掉了两成左右 好从79%呢掉到了61% 尤其人口最多的板桥区 真的掉蛮多耶 88%变成到54%耶 掉了三成四 这第二任任期哦 是因为呵呵做事 都没在做事吗 不然怎么会掉那么多呢 市政哦其实都一样啦 不然他不会赢46万 赢46万才几个月以前的市 这几个月没有做出 惊天动地的什么恩恩案 或其他案 然后市政很糟糕的事 简单讲 他本来哦 就是他的选法是不分蓝绿嘛 所以绿的不讨厌他 他也有些潜绿的票 即使到今天他民调掉了25% 他依然最有能力 跟戴气的竞争中间那几% 那几% 显然那几%是赢 郭台铭有4%以上 而卢秀卫还要做民调 没做我不知道 好 那可是哦 我就发明一个叫 叮咕牛排理论 我没吃牛排 什么叫丁铭牛排 就黏着骨头的嘛 肉很少 那就是不蓝不绿的票 那5-6% 那可是不能因为丁骨牛排 那肉很少 然后好很美味 就丢掉整块牛排 整块牛排就是从 深蓝正蓝的票 那那个3-40% 大概是这样 所以哦 选举很可惜 他其实本来也是个不错的 总统候选人 民调一直领先 差不多一年 那这两三个月就跌了10几% 因为哦 他太信他的副市长 他把他的副市长 是市政的副市长 刘和然等 你看恩恩案 刘和然主导的 处理成那个样子 那谁受伤 最概括程度 还是你市长嘛 这第一件事 第二 选总统呢 不是处理市政 就你一定要一群 很大的高手 现在是身兼二子 刘和然等三人 他们又搞政治 又搞选举 那又搞市政 可是身边没有强大的团队 没有人 对 就是政治是很专业的嘛 不要以为你组织强 你就会赢 不是的 其实侯友宜够强 也够优秀 可是下面没有人 而他信下面的人 然后决定他总统的命运 所以终于 现在出事嘛 民调一直跌嘛 那重点是什么 像刘和然讲了一句话 什么你知道 像我们去念书 那明居正教我们 我们学两岸 学美中台这些 基本功夫 那有人就质疑他 你们国政不行嘛 市政可以 说侯友宜 那刘和然就不要讲话嘛 你不要害你组织 什么我们组织 现在看来市政也不太好 国政很强 那因为选总统 所以有情绪 其实市政还行 但是我们 不是去跟明居正讨论 你为什么要找苏琪啊 你当然要 那个叫亲美反共 民主对不对 大概这个概念嘛 就是你认为台湾支持明居正的两岸主张的多 还是支持苏琪多 当然是明居正多嘛 因为明居正是蓝的里面的最左边嘛 你知道 那苏琪是蓝的里面最右边嘛 监禁红筒了嘛 你怎么会跟 那你跟他 跟他拜他为师 难道就去除蓝皮绿谷 不会的 好 我最后讲最后讲什么 就是还是要回到 你要选总统没有问题 你还是有起来的机会 你还是要回到 一定要有专业的 很厉害的国师级的 有一些人 那他可以去请教朱一伦啊 他要去请教 朱的人至少比他多嘛 对 那他问我的话 我就请他去找 那不是走两通电话说 我们一起出来 打个电话和解一下 上一和解戏吗 应该是虚心请照一下嘛 我觉得他之所以去找苏琪 不找明居正 很多人可以教他嘛 原因就是因为 他可能连什么叫做九二公司 都搞不清楚 他在苏琪发明 这不是维基百科上面都有 所以我就跟你讲 他就在在显示 他这个状况 是很状况外 就是他连国民党基本论述 所以国民党现在觉得 他不是国民党 因为他的成败是一线之间 他以前为什么民调这么高 深蓝不是很喜欢他 那他中间票很强 那你中间票很强 你又赢了 潜率有一点点 同乡会也强 那潜蓝很强很强 年轻人也喜欢他 所以民调都三十几四十几 那为什么掉下来 那有什么危机 有双重危机 第一个危机是民调掉下来的危机 第二个危机是 当我当你最强的时候 我不喜欢你 我还投给你 建构在你的民调 也建构在你赢46万票 零加用的票里面 可是当你 卢萧院也跟你一样强 郭台銘也跟你差不多 那我就有其他选项 那这个选项 现在还在25里面 里面会不会再走 我们再看吧 那朱宇文会是一个选项吗 小平哥想问一下 因为今天 如果说侯友余加入了 这个提名委员会 朱侯风暴告终了吗 我的建议 我个人 但我是小议员 我的建议 卢秀燕跟侯友余都不要加了 这两个是潜在的总统候选人 要保护一下自己 对 你要保护这两个人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那下怎么办呢 张善政 蒋爱万万都可以 这些 这两个是很可能 因为这两个 我认为极可能是放到 我们没有初选 我们有征召 征召的时候 内参民调 一定会放进去的 放进去的人 又当提名委员会 那张晓中他们会不会闹 我觉得会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所以保护他们 这两个大咖 我觉得不要放进去 让他们没有挂爱的 不要挂这个提名的 这个党值 因为十一三席 跟不分居 他们都可以讲话 特别总统他们 那有没有全员兼裁派 秦文主委讲过这一段 我觉得要思考一下 那你还是没有讲 朱立伦跟侯友余到底好了吗 朱立伦跟侯友余 以后也没完蛋了 应该这样讲 他一直避他这一题 我不是原来 我不会回避 我这个个性直求对决 他们 我觉得他 我觉得侯 朱前阵是不高兴的 他认为 你不能得了理直 又得面子 就所谓的黑金事 就是你今天侯 犯了一个毛病 就是你不能 因为你今天 你以你的高度 民调最高 你是四百万人的市长 你打一通电话 那这样子 你私底下台南 还是拜托李全教去跑 然后可不可以不要放进去 他打这电话 客气给朱 朱一定听他的 可他打了电话 讲了五分钟 那朱一定有跟他讲说 你不要发脸书 我把它拿掉就好了 我相信 我相信我猜测 是这样的逻辑 可他还是发脸书 他又要 他犯了什么 又惹朱列伦生气 因为后来他也达到目的 也拿掉了李全教 然后呢 可是呢 又成就自己的关怀 又上媒体 可是又出炉了朱 可是没想到 碰到一个 熬犬 熬犬叫傅昆奇 第二天去开记者会 哇 大伤 伤傅昆奇 伤朱立伦 伤后尤 伤国民党 全盘皆输 所以今天傅昆奇 不该做那个事 可是傅昆奇的个性 你晓得吗 他一定还手的 他跟金武松吵架也还手 他跟侯友宜吵架也还手 所以你要有智慧预测说 刘贺燃要去教说 你不要讲傅昆奇 他一定开结婚弄死你 你看他弄划不来 有没有一个副事长旁边讲这个话 如果是我 他问我会这样跟他讲 他听了说不定就 可能说旁边说 还能敲边 弄了 你行商这么好 黑金有票 弄他 弄全垮 我认为这样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认为朱是有情绪的 朱认为被突袭 我认为 好 所以小平哥避好久才讲出来 就是代表说朱宏 真的没有很好 而且可能后面也不会再好了 但要请教一下慧珍姐 你看 这两份民调 而且是过去几份民调都蛮有趣 你看郑传媒已经做出来了说 这个侯友宜在新北 已经完全是崩溃的情况之下 包括TVBS做出了这个民调 才第二任 第二任才开始三个月 怎么掉那么多 尤其在板桥 你看 包括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 赖青的36.2% 领先侯友宜的24.8% 尤其刚刚说 中间选民是一块 年轻选民也是一块 如果以这个民意基金会来讲的话 20到24岁的选民当中 赖青得33.2% 后来居上 连克文哲都比侯友宜来得高 克文哲23.7% 侯友宜15.7% 而且很多份民调发现 侯跟柯两个人 已经在误差范围之内 对 所以你就知道 刚刚提到三份不同的民调 但是趋势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侯友宜来讲 最大的一个危机 那侯友宜到底为什么会导致 变成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 当时不然不虑的他是他的最大 获得大赢四几万票的一个原因 但现在要问鼎到总统的大位 不然不虑恰恰就是侯友宜 最重要的一个致命伤 因为很简单一个情况 其实赖青得光于台湾民意基金会 赖青得的支持者里面 如果是属于民进党的 高达81%是绝对支持赖青得的 但是在国民党的部分 只有74%是支持侯友宜 我们都知道国民党照理说 他对于他自己的一个政党的人 推出来的人 他的凝聚力应该是更高的 但是没有想到侯友宜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 你拿不到深蓝的 你拿不到深蓝的这个信任 那以前侯友宜可以拿到 潜绿的中间选民的支持 可是这件事情 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破功了 刚刚你提到的板桥这个为例 你看板桥在2021年8月的时候 他的满意度是高达88% 但到现在3月 他才刚就职 大概三个月左右而已 怎么会已经崩跌到54% 大跌了34个百分跌 这是非常惊人的数字 为什么 因为板桥这个地区非常有趣 他是很多外来人 而且有很多同乡会 所以某一种程度上 板桥他没有那么懒 然后有点中间跟偏率 我们用几次总统大选的 得票数字来做一个说明 比如说2012年 马英九跟蔡英文总统 两个人在PK的时候 当年马英九 在板桥这个部分的得票率 是50.8% 赢了蔡英文的46.7% 可是到了2016年 蔡英文总统 是拿了57%的选票 大赢朱立伦的31% 到了2020年 韩国瑜算 声势非常的强好 但是在这个板桥区 韩国瑜只拿36.05%的票 然后蔡英文竟然拿到快六成 59.38%的票 所以你就知道 对于板桥区 尤其是人口高达50万万来讲 他是非常大的票仓 但是他的选民 其实选人不太选大 所以对他来讲 你什么样的人 我可能是中间 我可能偏绿 或者偏浅来 但是你能不能说服我 你能不能让我幸福 才是最重要一点 我觉得侯友宜 他以市长的一个 这个选嘴来看的话 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好好做事 对啊 说也不对 可是当你拿 变成是总统的格局的时候 位格不一样 美中大战 你好好做事 你说什么我疼不 真的是 再来 那你的立场是什么 你对于这个现在 蔡总统要去出访美国 那那个马前总统 要出访中国 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很多东西 在这个一个国家的 一个议题上 国家的方向上 不可以用一个含糊之词 好好做事就带过 所以你会发现 他现在尤其是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 他出现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 在年轻族群部分 他原本年轻族群 得票率还不错 像刚刚提到 年轻族群 尤其是在20到24岁 赖清德的得票率是 支持度是33.2% 侯友宜竟然掉到 第三名15.7% 柯文哲还有23.7% 年轻人以前是你的强项的 现在那些年轻族群 都真的蛮多的 对啊 因为年轻人心里想说 中国九二公司 我就人 我就知道Google 我会Google 我都知道 你结果你 你怎么好像 有点讲不出来 所以尤其是年轻人 对于国家的认同度上 我相信事实上是非常明确的 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他也许因为在过往的执政 对于民进党不是很喜欢 所以他想要惩罚民进党 但在大是大非 在国家的国家的未来方向 在要不要跟中国 我们台湾是不是中国的 这个部分的议题里面 年轻人是非常清楚的表态 而且没有动摇的一个立场 然后第二个 其实刚刚提到 就是在深蓝的族群里面 我觉得这是侯友宜 最严重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 发现这些深蓝族群 搞不好会去投柯文哲 搞不好会 跑过去 对他搞不好会认为说 我还比较欣赏柯文哲 人家柯文哲 对不对 有那个个的 你侯友宜在很多的 比如四大 而且还有两岸一家亲 对啊 不是连强锅等剧 都可以迎合后受贷金 对啊 而且其实像柯文哲 其实他在那个 侯友宜在四大公投的议题上 他会让人家觉得 你到底是懒得还是绿的 所以不是马英九才 之前朱立伦去问马英九的时候 马英九讲了一句话 哎呀要代表国民党出来的 参与候选人 还是要跟在能源 跟两岸议题上 要跟民进党有所区别 其实马英九的这句话 直接就已经是 KO了侯友宜 意思就是说 你没搞错啦 因为在那个 马英九这些人的眼里面 他会认为 你侯友宜从头到尾 其实就是蓝皮绿骨 所以你知道 马英九变成总统之后 拔了第一个官是谁 就是侯友宜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觉得很多人 会把侯友宜的民调 在短时间之内崩叠 归为是他个人丢毒 犹豫不决 当然是 但是我觉得 虽然对他不信任 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好所以你看 侯友宜一定没料到说 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早早我就不要参这一局了嘛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刚看到的这个是 TPBS的最新民调 看起来整个民调的趋势 对侯友宜来讲 真的是蛮不妙的 这个第二任任期 下跌了20%之多 但我们要请教一下将军 因为侯友宜就说了 民调像浮云一样 真的像浮云一样吗 趁你病要你命吗 国民党2024在刚刚决定了 最新的总统采征召的方式 朱立伦说是要帮主要的候选人 除掉障碍 候选人是谁 障碍又是谁呢 对 如果说现在侯友宜的民调 还是像大概2月份之前 那么强势 那我觉得朱立伦主席 这个所谓的征召方式 不会这么容易说出口 对 因为 刚好最近侯友宜民调下来 是不是 对对对 不但下来 而且是蓝白不合也输了 本来说你说蓝白 蓝白合也输 蓝白不合也输 你说蓝白如果不合 撒嘎嘟 那其实对国民党是不利的 所以当时说 那我们就非绿联盟 现在连非绿联盟也输 就算侯友宜单独PK赖清德也输 而且输的幅度很大 所以这个状况 对朱立伦来讲说 最强的人现在不止你一个人 不是定于一尊 像民进党很简单 最强的人就赖清德 定于一尊 没有任何的争议 可是国民党争议可大了 国民党现在最强的人 所以刚刚朱立伦讲说 我们要帮主要候选人排除障碍 到底主要候选人 是谁 是他 还是他 还是自己呢 对还是问号 不知道 对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了这个民调之后 连侯友宜在自家都输 但我觉得看起来 以民调来讲 障碍好像排除了 障碍是他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障碍就是最高民调 所以说朱立伦说要帮主要候选人排除障碍 就是把你那个民调的事情全部都抹到一旁去 没有人民调最高 也没有人民调是一枝独秀 大家都一样 才可以讨论 那国民党的民调 这个征召有一个程序 第一个叫做征询 你要不要选你总要说要还是不要 不然我跟你做民调干什么 不然我征召你 我万一征召你你不要呢 朱立伦不是没有碰过这种事情 苗栗不就碰过吗 对不对 征召你我不要 对不对 那如果说侯友宜 真的是以新北市这个为念 绝对不想选总统 万一决定征召侯友宜 侯友宜还跟你说 好好做事情我不要 那怎么办 那怎么办 那最强的不用 那次强的不就用 次强的跟人家下次对上市怎么打 那如果民调侯友宜真的东盘的话 他可能到最后想说 这大事好像不对 我就真的会不要了吗 可以啊 其实侯友宜这个做法就是 这是一个个性问题 侯友宜跟朱立伦好像是同一天生的 他们两个同一天生日 但是不同年 同一天生日 所以他们两个个性也很像 但是生长环境大不一样 朱立伦是生长在一个 精英优越的一个环境里面 他从大学教授 回来一路立委县长 平步青云 那可是侯友宜呢 刚好相反 他是从基层警察做起 然后对于朱立伦来讲 你是个好朋友 但是呢 你是帮我当随护的 你是帮我解决事情的 这也是好朋友啊 可是有一天当你的随护 当你的这个警卫组的组长 要当你老板的时候 朱立伦会心怎么想 他会怎么想 那我的优越感到哪里去了 对 虽然你也很优秀啦 侯友宜也很优秀 警察里面也有很棒的 我有遇到警察里面 真的有很棒 可是侯友宜真的 让朱立伦心服口服吗 我不认为侯友宜 会让朱立伦心服口服 朱立伦永远觉得 我比你优秀 其实实不于我 所以朱立伦一直在做一件事 在把民调给公平化 因为朱立伦在2020年 被玩过一次 被那个谁 韩国瑜啊 碾压式的通过啊 大家记不记得朱立伦在 政见发表会讲一句话 我这辈子都记得 他说各位 我是唯一的正常论 正常论是我唯一 侯友宜你正常吗 韩国瑜你正常吗 当时朱立伦说只有我正常 你们本来就不正常吗 这莫名其妙的民调 怎么会到这里来 可是呢 朱立伦没有想到 当时的韩国瑜 他的民调什么时候开始跌 7月 对 正式提名开始跌 可是侯友宜 还没提名就跌了 你也太让我surprise了吧 是3月才3月就跌了 我说句实话 我还没有出三分力 我中常会的 总统选举的模式 还没有出来 民调怎么做也不知道 甚至我还没有开始征询 我只请傅昆琦 抛出一个选册会 就把你打到拍到地上 就把你打出原形 所以很多 现在很多朋友在讲 他说要用对耳 钓鱼用蚯蚓 钓猴子要用香蕉 对 朱立伦真的用对耳了 他这次的选册会 就是在吊这只猴子 我吊出来了 为什么呢 如果侯友宜 对于这个选册会 完全不回应 还是呵呵做的事 尊重党中央的做法 党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服从 我告诉你没事 傅昆琦也不会生气 也不会炸锅 他民调也不会摔 那谁知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间说 我不能让黑金复辟 绝对不能让黑金复辟 那你在讲谁是黑金 国民党很多人 都自己对号入座 好像你来讲我 对不对 很多人说 你在讲我 老侯是要跟我翻脸 是不是 你的民调怎么会不跌 你的民调怎么会不摔 你是跟党内 很多人宣战 对 我没有说党内是怎样 可是很多人就对号入座 原来他对我不友善 现在只是新北市长 就这么嚣张 给你当了总统 我还有命活吗 你知道这个状况 已经在各地在铺陈 那朱立伦闻到没有 闻到了 闻到了 所以说好 从善如流 选策会退掉退掉 我们不做选策会 那个傅昆琪 你就不要讲话退掉 所以傅昆琪讲什么 我们绝对支持侯市长 对 支持你做任何事情 我支持侯市长 这叫什么你知道吗 皇上吉祥 吉祥万岁万万岁 下去之后 贫 平地也贫 就是这样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状况 朱立伦感受到了 所以好来 我搞个中央提名委员会 这不是我自己乱搞 这是国民党应有的程序 那么这个中央提名委员会 侯友要不要进来 不要我到时候找别人 你又说黑金了 我找别人 你又说黑金复辟 我找你来不要进来 如果朱立伦之前 没有铺陈这个选策会 侯友宜一定拒绝 为什么这么肯定来讲 2019年他就拒绝了 吴敦义成立了一个 中央提名委员会 第一个找谁 侯友宜 他说什么 我还是以新北市政为先 我不亦介入党中央的决策 他拒绝了 所以侯友宜拒绝 卢秀苑拒绝 卢秀苑拒绝 韩国全部拒绝 所以搞得当时的提名是谁 是秘书长去 是主席去 撞了一头包 所以朱立伦聪明 我如果要寻吴敦义的方式 先把中央提名委员会出来 你一定拒绝 所以我先丢个香蕉出来 你会来捡 皮也剥了 准备吃了 这个时候 中央提名委员会出来 你不能拒绝 但是你一加入之后 真正的朱立伦就出现了 来你去协调徐晓星 你去协调费洪泰 你去协调罗志强 你都要去协调 你不协调就是不尽力 你协调必然要受伤 好 但请教晃哥 我觉得国民党里面 很多人想要求援监裁判 你看朱立伦 之前还说阿立伟先拉 再来总统 今天中场会就突然说出了 总统踩征招 还要帮主要候选人除掉障碍 这个timing会不会有点刚好呢 踩征招 后面还要讨论的事情还很多 比如说征招的方法是什么 是用私下用桥的 还是用做所谓的参考式民调 那一般来讲 比较可以服众的方法 就是用所谓的参考式民调 好 那如果要做参考式民调的话 因为国民党每次选举 应该都会定一个 比如说总统副总统的提名办法 这个提名办法里面会规定说 什么时候 哪些人 假设已经确定要征招 那这个提名办法就必须要为这个征招去量身定做 比如说什么时候征询意愿 然后什么时候确定哪些人放进参考式的民调 什么时候做民调 民调完之后 没有问题 什么时候公布等等 好 那这个提名办法谁来讨论 提名委员会讨论 那你侯友谊卢秀燕 你要不要讨论 讨论出来最后 是你们的 对 你们两个民调多出来最高 那不是刚刚小平讲的吗 就求援兼裁判嘛 对 那你觉得张小中是好康不造反吗 郭台铭会爽快吗 好 那现在如果说假设 那好 讨论的时候你们回避 那请问你们两个要不要放进民调的名单里面 放也不是 不放也不是 那到时候怎么办 所以后面还有很多路要走 而且征招 你定一个征招 你相关的征招办法都没有 他现在只是先确定一个大原则 好 你征招办法如果出来之后 什么时间做民调很重要 你如果以侯友谊现在民调这种叠的趋势的话 下个月做 侯友谊铁挂 所以他会不会下个月就给你做 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反正你最近民调 不不不 会到那个六月中之前 如果国民党六月底以前要确定的话 大概一往前推民调大概六月中做 六月中做就很关键了 记不记得上市总统选举的时候 当时的民调 郭台铭坚持要加入手机民调 对 但是国民党不同意 后来郭台铭很生气 他不签那个承诺书 对 对不对 好 那这一次会不会有同样状况 就是你民调要不要加入手机 手机要占多少 还有做民调实际很重要 我一直在讲做民调实际很重要 关键在哪里 目前看起来卢秀燕慢慢超过侯友宜 郭台铭今天开始有动作 你侯友宜如果还是好好做事 继续你的三平三安 我在这边预言 你的民调只会继续往下掉 你就算加入提名委员会也没用 因为提名委员会 他只是暂时让这个台面上的这个 这种口角风暴暂时平息而已 但是本质有没有改变 本质没有改变 就是侯友宜还是原来侯友宜 你还是那个对于两岸国际外交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一个侯友宜 所以你的民调只会持续往下掉 好 假设我们六月中做民调 侯友宜 卢秀燕 郭台铭 张亚中 赵浩康都放进去了 请问到时候谁会第一名 未必是侯友宜 好 那如果是卢秀燕第一名 那卢秀燕要不要提名他 卢秀燕他现在这两天讲说我不会参选 而且话讲的没有转环的空间 他说我2024我一定不会参选政副总统 那最后提郭台铭嘛 那这个时候朱立伦是不是机会就来了 正常人 正常人这时候就出来了 所以我说真招 真招其实里面的妹妹嘎嘎很多 而这所有的妹妹嘎嘎是以后谁来决定 听命委员会跟中常会 那请问听命委员会跟中常会是谁的人 朱立伦的人啊 是啊 那你觉得朱立伦讲的帮主要 这个主要的人选排除障碍 这里面有两个未知数 我们在解方程式的时候 如果有两个未知数以上就很难解的 就主要的主要的人是谁 主要候选人是谁 不知道这是一个问号 排除障碍 障碍是谁不知道 所以两个问号 你这个方程式无解 那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最后得到的答案 搞不好是那个无私物我的朱立伦 因为主要候选人也可能是那个障碍 你知道吗 排除了之后 我就可能跳出来了 两个都是变数嘛 就主要候选人可能随时会变嘛 看民调高低决定嘛 那民调最高的 其他民调输他都叫障碍嘛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主要候选人 他是会变 如果好像讲易经 如果以今天的民调来看 主要候选人叫卢秀燕 那侯友宜变成障碍 郭台铭也是障碍 而且朱立伦说不要把我排入民调 所以代表他最后一个 可能来一个回马枪 还有转环的机会 不是 朱立伦说不要把我排入民调 是确保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会变成障碍 对 因为他根本不在民调里面 那他主要候选人就是主要候选人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后面能玩的还有很多 所以国民党的好戏 我说嘛 比那个中国大陆拍的那个攻斗戏更精彩 好 所以你看 国民党的总统大选呢 他们决定候选人是采用征召的方式 这会不会又是朱立伦的黑箱作业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国民党的2024中的候选人呢 现在在刚刚中场会呢 朱立伦说会采取征召的方式 而且说要帮主要的候选人排除障碍 这个障碍可多了耶 请教一下永宏哥 大家不想当障碍吗 所以怎么办呢 侯友宇赶快打电话跟朱立伦求和 后来这篇媒体报道 今日新闻NOW NEWS报道说 原来呢 侯友宜阵营呢 在评估炮打党中央反黑金政治之后呢 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加分 反而招致很多的批评之后 就主动跟朱立伦进行沟通 希望来进行当天20号的 新北市议会党团的大合体 哎呦 怎么连大合体这个放话 都被人家放出来呢 侯友宜主动打电话给朱立伦 其实你看最近的一些状况 这个放话的系统都是从朱立伦的身边放出来 比方说这个南投选举补选的前一天 要求拜托侯友宜去帮林明珍站台 也没有 也是从朱立伦那边放出来 就林涛嘛 然后最近这个也是嘛 两个人好不容易在这个侯友宜 我批评你这个朱富体制是黑金的时候 然后呢自己重伤了 要赶快见个面 自己打电话去 又被放出来 就看起来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朱立伦今天在这个国民党常会做这个说 他采征召的方式要帮主要的候选人清除障碍 看起来那个主要候选人可能是 应该就是朱立伦本人 所以那障碍是谁呢 障碍就是侯友宜啦 那我觉得侯友宜是这样 朱立伦一步一步的请君入翁 那真的是 我觉得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我其实以前说过 侯友宜的成长是这样 他在警政系统 他作为一个刑警 他身上有枪 背后是公权力 所以他很会玩这个游戏 但是如果他没有了枪 没有了这个公权力 他是不会的 他不像侯友宜 不像朱立伦 经过民间的选举 还经过国民党党内的斗争 侯友宜完全没经过党内的斗争 所以他唯一参选的正当性是什么 大家从回想这半年来 他唯一正当性就是他民调高 除了民调高之外 他没有其他正当性 不管是血统也好 不管是他的两岸论述也好 不管是高度也好 还是他有很多的子弟兵 都没有 他没有这些 他只剩一个民调高 当他民调慢慢开始下来的时候 他就紧张了 大家想想看 为什么傅昆奇这件事情 他要去发一个脸书说 这个黑金 因为傅昆奇这个事情 是去年就有了 而且在更早 同舟共济的时候 那时候金小刀 战斗兰都在骂傅昆奇的时候 他还没讲半句话 傅昆奇回到国民党 去年也服选了 这个县市长的时候 傅昆奇也在里面 他也没讲半句话 为什么今年这个时候 大家去回想 因为就是在这个选举策略会 国民党选举策略会 出来之前 开始有几份民调说 赖清德的民调超过侯友宜 因为那时候赖清德已经定于一尊了嘛 所以侯友宜紧张了嘛 紧张之后他又整天只有 好好做事情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记不记得有几件事情 就是朱立伦去找了吴伯雄 朱立伦去找了马英九 我就说这个时候他已经有两老嘛 一个是大老 这些国民党的大老都在背书说 朱立伦我的论述就是马英九 两岸论述就是马英九论述 奇怪你又不是主要候选 你干嘛要两岸论述 因为他要当主要候选 他去找了吴伯雄就说 我要无私无我 你干嘛无私无我 你当主席本来就该无私无我 他就不断的建构他的论述 相对一个人在和和做事情 所以侯的民调当掉 侯是判断说 他跟朱立伦再这样斗下去 他的民调会雪崩式的下滑 所以他要赶快怎样 赶快去跟朱立伦低头 但永鸿哥我觉得朱立伦 侯友宜真的是满想选的 不然我就不选就好了 我干嘛要低头呢 我告诉你他就是想选 他想选的原因是 我告诉你这个人是这样 我这世人把民调这么高 爸爸妈妈我要出头 我民调这么高 竟然我们可以去做总统 我是一个乡下出身 去做个警察 但是他嘉义是拿不到票的 就我们从律师的民调 他嘉义南部 嘉义自己出身地方拿不到票 他的本命区 新北市票也输给赖清德 我觉得这个是他紧张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他是被 真的是我坦白讲 朱立伦比较会下棋 朱立伦就是说我根本不急 因为你唯一正当性叫做民调 但你民调就撑不到 那你这个打电话被人家放出来 你等于是被朱立伦步步进逼 这看起来 他每一步都是被朱立伦玩 你先想看 选社会这件事情就是在玩他 然后选社会 你看一堆人跳出来 最后大家就逼着侯友宜 你要去讲个人 你讲人家黑金之后 那时候我就说你这黑金 是今天大家拍拍手 明天你就受重伤 果然傅坤奇一出手 一出手就受重伤 今天你要回去这个国民党 这个租赋体制 租赋都还在 黑金体制都还在 你说人家黑金 结果你负辟 结果你现在回去 回去又今天可以丢一个东西 说我们征招 他也只好摸着鼻子 所以我觉得一步一步来 侯义坦白讲 我觉得他未来如果 虽然党中央的国民党 党中央民调不会那么快做 但是媒体会陆续做 我觉得侯友宜民调会雪崩式的下跌 然后现在开始在操作这个 卢秀燕 卢秀燕是这样 我觉得这样 因为台中很多人都问他 他虽然说他不选 会不会选不知道 至少他现在说很清楚 但有一个很清楚的对比 你看卢秀燕跟侯友宜 卢秀燕可能是被朱立伦 操作出来说 他做一个来挡他的 这两个一对比 就会发现说 侯友宜只会好好做事 在恩爱也不会道歉 卢秀燕是一个 他会跟你回答 然后还适时跟你弯腰 说对不起 像今天也是 我们今天早上议会 才是为了一个追加预算 然后大家要他道歉 他就站起来 从善如流 但他说的很好听 他说为了让这个预算赶快过 我愿意跟议会道歉 意思是我很委屈 但我愿意道歉 但侯友宜在恩爱这件事情 到目前为止 连声道歉都没有 他的好好做事 都从恩爱开始 那个时候所有人去问他 他都说我要把市政做好 大家记不记得 我要维护公务人员的尊严 所以到今天 他已经被看破手脚 就是看了这半年来 朱立伦也说 他只会好好做事 然后郭台銘也看出来 他只会好好做事 然后所有人都看出来 大家就知道说 你只会好好做事 最后他大概只能好好做事 只能留在台北 新北市好好做事 没有机会 他就玩不过朱立伦了 好所以现在呢 不只这样子 蓝银大佬也看出来了 你看最近一场 跟立伟私下参训 就评论侯友宜的选情是 短空长空 那就后面也空空了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现在报道说呢 这个蓝银大佬 是一下跟立伟们说 侯友宜现在选情 看起来应该是 短空长野空 那不是后面就没希望了吗 请教一下小平哥 那既然朱立伦会说 要用征兆的方式 但我也觉得他蛮坏的 他团结就团结 后面干嘛又要加一句 帮主要候选人排除障碍 这指的是谁 大佬坏啊 什么短空长 哪有就住人比较坏吧 侯友宜不是四大借空了 要赶一下 要找顿路空了 要点六个借八吗 我觉得应该这样 主要候选人这句话 是所有的征兆的核心 所以我要稍微解释一下 什么叫主要候选人 而不是最强候选人 我简单讲就是 侯友宜 卢秀燕跟郭台银 是一般高 三个都是主要候选人 应该这样讲比较精准 那当然我们大概到六月底 才会提名 甚至搞不好到七月初 那还有很长时间在演变 那卢抑制是不是不选到 看卢也很重要 看下卢是占优势的 可他不要选 而侯跟郭是蛮想选 所以第一个重点 这个所谓的征兆的内涵 是三个一样大 不是你侯独大了 第二个内涵是 我会把郭台银放进去 有没有党籍不重要 所以郭台银会放进去 会会会会会 王建勤之前讲过 会会放进去 第三 他那个 我们最近运气比较倒霉 没有下雨你知道吗 我们国民党 为什么 因为是我们有一个 非力平台大水库理论 没有下雨水库缺水 水库干了 现在还是 这民调一直下滑你知道吗 所以整个 我觉得应该提名委员会 我认为侯算参加了吗 提名委员会 算 算 他说义无反顾 义无反顾 好 OK 我觉得不管他有没有参加 这不是很重要 重点就是 民调继续办下去 继续拖下去 不是明天就做民调 明天做民调 我认为侯还是赢的机会大 可两个月以后不一定 三个月以后 要搞三个月 现在才三月二十几号而已 好 所以到时候看民调 谁高谁低 他也藉由这一次 他把张亚中赵亚康排除掉 不会放进去 所谓的内参 我认为 他们两个就是障碍的意思 目前只放这个三个 朱也不会放 所以再看吧 就看这两个月 大家的攻防 看民调的反应 应该是这样看的 可是不管怎么样 你们都已经比赖清德 晚四个月之后 你看国民党现在 说要征召 我们要申请视线 赖清德不能乱跑 不是你们连民调的方式 都没掌握好 那现在一团还是补仨长 而且看起来是朱云文说的算 当然他是主席 当然他说的算 所以所有的人 还是要听命于他 就像刚刚侯友宜 不是还是要打电话 跟他讲说 我们来合体一下吗 不是那是因为傅昆奇 骂了他以后才有改变 他前面 前面如果都先打电话的话 然后把他视为长官的话 怎么会后面有 那个一连串的事件 所谓的黑金事件 就是第一个民调低了 他也比较没有底气了 可是他现在还是 目前至少还打这个电话 因为本来去的不是朱立伦 大家也是叠对叠 本来是黄建廷 本来是黄建廷 可是猪那边 那个猴那边也放话 你看前几天政论节目 我就说 这个好像是猪去蹭 去蹭那个猴 然后你是不速之客 有吗 现在 那当然被这样讲不开心 明明是你找我去 本来是黄建廷 你来找我主席去 你欢迎我去 党团欢迎我去 我就去了 所以他把事实真相澄清一下 我觉得朱立伦 高来高去也蛮厉害 两边的放话 放话这个文化很厉害 我觉得 我觉得侯友宜 有点像什么就是 贏掉又贏贏了 就是我这一局要赢 我理智要赢 面子也要赢 他自己要拜托朱去 然后朱去之后 他又说是 你要来蹭我 所以朱当就找人放话 说是你找我去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黑金说一样 你又对明代有意见 然后跟朱讲完之后 然后你自己又脸书 又想一个说 这是黑金复辟 就像是黑金复辟